近日,中国女排奥运冠军张长宁的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透露,张长宁已经开始进行恢复性训练,习讯传出,引起了球迷以及媒体的热议和关注。 张长宁的好友朱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,宝宝已经开始恢复性训练了。 球迷们都清楚,朱江所说的宝宝就是张长宁,而且在发文的时候,还晒出多张张长宁的照片。 张长宁恢复训练,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。 咱们都知道,每一个运动项目的国家队,最终的目标都是需要能够在奥运会上征战。 而中国女排更是如此,中国女排作为曾经的荣誉之师,更是要捍卫荣誉。 可惜的是,前不久结束的奥运会资格赛上,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女排,却最终无缘直接晋级奥运会争赛。 说实话,无缘直接晋级奥运会正赛的结果,确实让人难以接受。 首先,为了备战奥运会,中国女排从年初就开始备战。 截止到亚运会结束,中国女排只参加了世界女排联赛,奥运资格赛和亚运会。 其他时间都是在训练备战。 这么长时间,就是这样的结果,真的很失望。 其次,奥运会资格赛在宁波举行。 中国女排主场作战,赛程安排从一到南,也有利于咱们的状态调整。 可惜先后赋予荷兰女排,加拿大女排,以及多米尼加女排。 在蔡斌指导麾下的国家队中,也几乎涵盖了中国女排最优秀的选手。 但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球员,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效果,从某种角度来说,令球迷失望。 而明年的世界女排联赛,将会是中国女排获得奥运会资格的最后机会了。 这种情况下,中国女排必须要放手一搏了。 为了确保奥运会资格,不少球迷都期待老将张长宁的回归。 毕竟经验和能力,张长宁都具备。 说实话,相信蔡斌指导也非常希望张长宁能够归来。 所以,如今张长宁传来恢复训练的消息,这也就意味着张长宁复出了,球迷沸腾了。 蔡斌指导也终于等到了。 很明显,张长宁这个时间段恢复训练,目标就是剑制奥运会。 从东京奥运会之后,张长宁就因为伤病以及结婚,长期处于半退役状态。 现在恢复训练,看得出来,张长宁也割守不下中国女排。 随着张长宁恢复训练,而朱婷早先也确定明年将回归国家队。 两大功勋到来,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女排的战斗力。 期待中国女排在巴黎创造新的辉煌。